粮食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其实我是不愿意谈的 水也好,空气也好,粮食也好 这三大问题目前是解决不了的 专家都解决不了 谈它其实意义不大 但是相对明天要谈的这个 试婚的男青年比女青年多三千万的问题 那我觉得粮食问题的话,提一提 就算早点骂,问题也不大 因为它不是一个过于敏感的问题 粮食问题主要在结构 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 中国的问题在粮食问题上它有好几个 最主要的还是结构性问题 中国现在这个玉米,它是过剩 大豆短缺 然后小麦的强精麦和弱精麦自己生产不了 中精麦它又过量 完了以后南方的中熟米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扇道 它的产量已经过剩了 而且还在,种植面积还在增加 所以这个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很难调整 为什么难以调整呢? 因为从已经公布的资料上来看 中国面临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从100年来看 农业产量到2013年 应该是连续11年 这是100年来最长的一次 连续的农业增产 但是从2014年开始它就下降了 连续三年下滑 所以我们看到农业部它是有预测的 因为农业它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从2015年开始 它就提出来一个土豆主粮化 那么它预测到这个粮食问题会很大 所以它在三大主粮之外 把土豆变成第四主粮 因为这个红薯的产量 其实比土豆还要高 那么经过改良以后呢 土豆的产量上来了 但是土豆是选择种植土地的 就是气候条件 土地条件 它相对要求比红薯要高 只不过呢 土豆能被食用的时候 它作为主粮 问题还不大 红薯的话 你要是推广红薯 虽然说它的产量 或者说它对地域的这个选择 不是很厉害 那么它又回到一个 藩薯帝国的这么一个方式上去了 而且 土豆相对来说 它比红薯异于保管 异于扎工 所以农业部最终还是选择了 土豆作为第四主粮 我们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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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了 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农药也好 化肥也好 我们的使用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规范 不说它的质量怎么样 它使用的量太大 如果仅仅从这个数量上来算 我们大概是发达国家 农业发达国家的三倍以上 就使用量 但是农药和这个化肥的利用率 单机的利用率 只相当于人家的一半 现在农业部统计的资料上来看 18亿亩红线早就破了 现在大概是16.9亿亩 也就是说我们算得17亿亩吧 就这个数据还是虚假的 里面包含了多少水分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最显著的一点就是 每年它两种补贴 一亩地应该是有20块钱 但是农村的基层 有很多这种钱 它发不下去 就是说因为镇长啊 乡长啊 甚至一些县级市的市级单位 都会下来一些批文 下来一些条子 让基层出让一部分农田 进行土地开发 这都是违规的 包括以猪带争啊 农户以这个土地入股啊 就以这些方式来辩通一下 所以真正的耕地 早就破了18亿亩红线 17亿亩也保不住 能不能有16亿亩不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农业部公布的资料上显示 2012年 中国进口的农产品 就其实它包括的那个比较多啊 它连这个橡胶 就我们生产这个汽车轮胎的橡胶 也算在这个农产品里面 然后它把这个续产品 就是流洋啊这些东西也算进来了 那么它算完了以后呢 从古物棉花油料 那么加在一起相当于多少呢 相当于9亿亩根地 到2015年的时候 它把这个数字降下来了 降到多少呢 降到6亿亩根地 其实相对于中国目前的根地来看 你这种粮食进口 农作物的进口 你目前是规避不了的 必须要进口 不进口你根本就养活不了中国人 因为中国的这个农业不仅不发达 而且到2013年才勉强过了世界粮笼组织 倡宝的这个人均营养均衡的一个标准 它定的是400公斤 中国2013年应该是主粮大概是5万亿吨 那么它这个人口是多少呢 人口是13.6亿 就算2013年的估算 我估计这个详细的数字谁也没有 中央也只是一个估算 那么加上杂粮大概是达到6万亿吨 那么勉勉强强 人均440公斤 就在这以前中国人其实是吃不饱的 现在呢 有些人就胡吹海骗 说那个中国人现在不是吃饱的问题 是要吃好的问题 其实我告诉你 吃饱也好吃好也好 它有一个前提 你手上要有美元 如果外向型经济完了 你手上没有硬通货 别说吃吃好了 你连吃饱都做不到 因为全世界目前每年出售的农产品 它大概是3万多亿吨 那么中国占多少呢 占三分之一 每年我们要进口的 大概是1.2到1.25亿万万亿吨 那么它这种标准你怎么说 你也是占三分之一 现在全球的粮食贸易 95%控制在四家公司手上 一家法国的 三家美国的 我们知道全球的粮食出口 就农产品出口 它主要的大国都在美洲 巴西 阿根廷 美国 加拿大 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工业最强大的国家 其实它也是农业最强大的国家 它操控了一些数据 而且它能变动一些数据 你比如说从2006年开始 美国使用了国内生产的玉米 它一次性的干掉了4200万吨玉米 它去生产这个乙醇燃料 就是清洁燃料 2007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 它要求美国农场组生产的粮食 就是过剩的粮食不再出口 尽可能的转向乙神的生产 按它的要求到2022年 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 要生产150亿加仑的乙醇燃料 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能养活5亿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美国的这个乙醇战略 就是这个粮食战略 它其实 是隔绝了原本的一些法规 它绕过它了 或者说它修改了 你不管怎么说 原来美国政府它一直有一个 溢价的这么一个保护 就是它农产品如果丰收了 它超出市场容纳的部分 它会捐赠一部分给非洲 给不发达国家 它现在改变了这个政策 其实这个政策能有什么影响呢 美国这样做 仅仅满足了3%的汽车 使用的这个百分比 你就算美国全部生产的粮食 都转化成乙醇 也仅仅能满足 汽车需要人员的18% 所以看起来 它更像于一个粮食战略 而不是清洁人员 当然了 这是人家自己的一个规划 谁也不能说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 国际粮食价格 它是低于中国的粮食价格 现在是国际市场上 大概就是两三块钱一斤 中国现在呢 生产粮食的这个 各大农业要素都在涨 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人民币很奇怪的升值 那么大宗物品的交易 我们也知道从08年以后 大宗物品的交易 它在下跌 价格在下跌 所以现在就很麻烦 中国不仅农业结构有问题 而且还有很多短视的人 他老是把这个生产粮食不划算 就像以前下马运食的时候 提出来的这个口号一样 叫造不如猪 其实恶果会很明显 因为中国目前粮食进口的几个主要国家 巴西 美国 东盟 是不是能完全的长期有效的提供 中国需要的粮食 这都是不确定的 那么川普政府现在把中俄 列为对美国最有威胁的国家 那么以后在粮食出口的方面 会不会有调整 谁都不知道 战略威胁 提到这个标准呢 那它肯定跟着就有一个战略遏制 对不对 以后的粮食安全会很麻烦 第一 外向型经济如果受损 你手上没有足够的美元去买粮食 第二 美国人卖不卖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粮食问题 一个是结构问题 一个是现金 就硬通货够不够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市场 是否会提升价格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 有一个解决不了 全国的人民就会吃不饱 我们其实除了现在看到的粮食问题 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油料问题 1995年之前 中国是世界上大豆的主要产地 净出口全世界第一 那么现在已经反过来了 我们现在是大豆的进口国 全世界最大的 我们大豆对外的这个依赖度是85% 这不是一年 这是五年的统算标准 是85% 我们也知道大豆 买回来以后主要是两个用途 一个是饲养 就是造成豆果 一个是食用油 而且这个进口的大豆 问题还很麻烦 全世界主要给我们出口大豆的国家 美国巴西阿根廷 美国大概是95%出口的大豆 是用转基因的大豆来卖给你 巴西阿根廷是100% 产量很高 转基因有什么后果不知道 那中国人现在就是最大的小白鼠 以前我们听说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 人口生育率都在下降 甚至有人提出过一个数据 有很多白人国家 他通过科技的手段 住运的比例达到了60% 但是他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人口增速相当低 中国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最近十几年 不孕不育医院 全国开化到处都是 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最多一个科 是吧 羞羞答答的有些人去看 但是现在 在一些发达的城市 你比如像无锡 有过一个报道 他有十万人不孕不育 这么大一个市场怎么来的 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农业专家 我也不是转基因专家 我不敢说 对吧 下这个判断 会陷入纠纷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能够养活这么多人 他完全就是依靠转基因 你不管是袁隆平的高产水稻 还是现在的转基因大米 转基因大豆 他都是转基因人 中国一直说 养活了全球最多的人口 他就是依靠转基因 你说转基因的东西不能吃 这东西我玩不起 所以我不说 我也不惹这个事 我只能说一点 我们现在用的油 他从美国出口给你的时候 他95%的就是转基因的 巴西和阿根廷是100%的转基因 他只有转基因大豆 他卖给谁都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 农产品进口 其实中国目前还不是全球第一 全球第一的是日本 他只有一亿多人 第二是韩国 韩国人口仅仅相当于中国的4% 但是他的农产品进口 他的比例比我们还高 他目前排名第二 中国大概是排名第三 中国很快将会返超 日本有一个统计 60%的热量来自于进口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中国的粮食问题 怎么去解决它 因为现在提出来 农业部的官员提出来三个方式 三个模式 第一个就是农户模式 他要搞这个精细化 把这个零碎的土地整合起来 互助 农户之间互助 第二呢他就是搞合作化 这个趋势可能会越来越大 第三 就是所谓的订单农业 公司加农户 我们知道在这个养殖业中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农民有的时候 嫌玉米的价格卖不高 他就把这个玉米做成清除 就是他没到成熟的时候 开始有包浆了 他就把它割掉 那这个时候 从玉米到玉米干 都是青颜色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清除饲料 把它埋在酵里 通过发酵以后 生口喜欢吃 因为它发甜 这个价格 清除的价格 现在要高于 把玉米种植成熟了以后 卖上市场的价格 今年开始有转变了 就是今年开始 玉米的价格开始调整了 通过市场的需求 它现在逐渐的在提升 其实 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只是很多人没注意 今年刚刚开始 玉米的价格开始提升了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饲料 就现在我们知道的 猪 牛 羊 目前大概就是驴子不吃饲料 其他的基本上都有饲料 你积压这些东西 它饲料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的主要是玉米 然后加一些营养剂 受药 就是生素用的一些药 然后它也会加入抗生素 最终 它可能要加入20%的黄莲土 要不然它不能结块 玉米这个东西 你光靠起压 它是形成不了颗粒的 所以你看在农村 你要是看到 养瘤的 它要是散养的 它的流分直接可以烧 它干了以后 它主要是由 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些 接杆 这些未养饲料的 或者说它 见了啥吃啥 它吃草嘛 它消化不了 完了以后你烧它的时候 它是没有什么灰烬的 它跟我们平常烧的 这个草木灰差不多 而你要是集中养殖 靠吃饲料 来养它 它的流分 烧完了跟你烧煤一样 它是有饼的 就是它有这种碳合物的 煤灰 所以你拿那个 饲养过的这个养殖场的流分 你烧完了以后 可以做倒渣 来铺 铺到马路上 这个都可以 这个区别就在于 饲料中添加的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 黄粘土 中国的农业问题 从八十年代开始 就非常的麻烦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 第二大种子需求国 除了我们知道的 袁隆平以外 其他还有各方面的尝试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西方主要的 种子公司 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他们是从东部 开始尝试的 他们先进军的是 蔬菜 花卉 这两个市场 在占领了蔬菜市场 百分之五十的 种子的这个份额以后 从两千年开始 他们开始向大田植物进军 就是我们知道的玉米水稻 中国的种子 研发单位 其实很少 各个省 农科院都在增拨款 但是他们的贡献 其实并不大 那西方的一些主要的农业公司 他们就迅速的 你不管是买通也好 或者说用实力说话也好 他们给你的种子 确实很有效果 最起码人不给你假种 但是你想想想 中国的农业 不仅依赖外部的粮食进口 连种子也需要进口 这个麻烦会越来越大 更别说我们现在用的油 几乎百分之百 豆油都是转基因 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 调整 所以你看到 中共一直在把一号文件 每年的一号文件 今年的不算 今年的这个打黑 他这个搞政治活动 你往前倒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它都是农业文件 它都是色农的专题 其实他们把这个问题 看的是很清楚的 只是他们解决不了 因为现在里面的 相关的利益人太多了 然后完了以后 在这个土地板结的问题上 在污染的问题上 它又解决不了 你不管是水也好 空气也好 包括日造 现在有些农产品 已经消失了 就日造时间长的已经消失了 你到北方有很多特产 你比如说胡麻油 原来被称为大纸 因为它需要的日造时间比较长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种植不了 只能种什么呢 种小纸 因为它对日造的要求相对短一些 类似的情况 在全国都有发生 除了温室效应 日造时间 那么它还有一个土地污染 土地板结的问题 我要是印象没错 中国在唐草 就有记载 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什么呢 叫旺气师 每年开根之前 专门有人 他做这个职业 他去看哪一块土地比较肥 可以种什么 哪一块土地比较平积了 得种别的东西 来补充一下 哪一块土地已经板结了 需要修根 修根一年两年或者三年 他会给你做这些判断 农户或者地主 它是依据这个 当时的这种职业 就是旺气师 他这种专业的意见 来调整 农田的种植 其实现在也有 农业部呢 在各个省 这地区 都做了一些土壤肥历的测试 就是有一些地区 他把每一块 就详细到农民家的每一块地 他都给你画上颜色分段 就你这块地缺什么 中国在化肥生产上 虽然不达标 但是他用量已经很大了 目前 能够挖掘的潜力 几乎没有 靠进口 面临到的问题很大 怎么解决农业问题 可能不仅仅是中央需要考虑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 都需要考虑 因为一旦发生变故 你没有硬通货 你就进口不了粮食 国内不谈污染 就算生产也有限 你根本就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大豆 现在是食用油最大的一个来源 大豆对外 依存度是85% 你想想一下 我们现在进口的产量 数量大概是国内产量的1.6倍 大概是这么一个倍数 没有油 你将会吃更多的米饭 那么没有粮食 你吃啥呢 这些问题 近在眼前 它跟外向型经济受阻 中国在国际社会被封堵 有了这种趋势 有了一些变化 马上 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它不是说你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度降低了 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看到了 2004年 中国的对外的 经济依赖度是70% 2015年是50% 2016年17年的数据都在20%左右 逐年在降低 2004年是最高 它达到一个峰值70% 现在外向型经济 自己已经在降低了 但它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 因为内部的调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效 所以农业问题可能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不管谁来谈 你改变不了这个现状 都是白扯 其实2014年 习近平搞的这个中央农业会议里面 就提到过这个问题 转眼三年多了 也没有解决它 大家闲下来可以 考虑一下提提自己的建议 把吵架的时间 放一放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 至少大家有亲友 在内地 粮食问题 其实是个大问题 再来的时间 进行 我可以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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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 我可以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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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